最近這個約是112年5月1號 到114年4月30號 這房子屋主已經給他租了 就這一間公司已經租了13年了 到現在已經租了13年 重點表示說 我不相信柯文哲或陳佩琪 他去的時候 他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來收租的 有沒有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原租約 因為買賣不破租令嘛 你現在跟我買了 我原來租給人家 期限還是要繼續租嘛 所以柯文哲你們去買的時候 到底是真的要來自用 還是知道這是可以租的 因為這邊已經收租 收了13年 你接去買了這一棟 你當做理財收租金 未來要常常要當診所 黑龍烈款 唯一的問題是你錢哪裡來的 你的錢是因為選舉 人家投票給你 或者政治現金給你 得到的補助款30塊 或得到政治現金 這個錢用來買房子 掛自己的名下 成為財產 請問支持者或者小草 或者錢小草 你心裡過不過得去 你自己心裡過不過得去 這件事講不講得通嘛 對 這是一個得理的問題 你現在就說 對啊 我就三分之力 我拿走 不然你要怎麼樣 可以 可以這種態度 但是合不合理 是社會在問的一個問題 說柯文哲 他基本上 這個不是買來做辦公室的 當然也許明天他會說 我是真的要做辦公室 但我可以保證他不是做辦公室 他今天講說 他是個人長期要使用 長期使用 來我先跟大家講 我手上有一個租賃契約 這個是經過 現在成租戶同意的 甲方就是原屋主 乙方就是我們大家現在爆出來 那間公司 大家看一下 這個租約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個租約 地址在這裡 林森南路10號3樓 現在大家都知道 租約是101年5月1號 租到102年4月30號 就是這已經是十幾年前 開始租的 這是第一年的租約 然後每一年或每兩年會換約 換到最近的這個約是什麼時候呢 最近這個約是112年5月1號 到114年4月30號 就是他每一年每兩年 一年兩年都在換約 這房子屋主 已經給他租了 就這一間公司 已經租了13年了 到現在已經租了13年 你講到這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點 就是說 我固定都有錢進來的辦公室 我是怎麼要收到 把人去收租 所以來 你聽我講 重點來了 重點什麼 重點表示說 我不相信柯文哲或陳佩琪 他去的時候 他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來收租的 有沒有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原租約 因為買賣不破租令嘛 你現在跟我買的 我原來租給人家 期限還是要繼續租嘛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你們去買的時候 到底是真的要來自用 還是知道這是可以租的 因為這邊已經收租 收了13年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麼房東跟柯文哲他們的買賣之後 我們剛剛講嘛 5月10號對不對 嗯 所以他有個租約轉移聲明書 這個是房子原出租人跟我們這個陳租人 簽的 簽什麼他要講得很清楚哦 他說啊 因為賈方啊 就是屋主啊 他在113年5月10號已經出售房屋了 那乙方跟新屋主啊 要在這個113年6月26要領定換約啦 新屋主是誰 新屋主就是後來現在接手這個 我們講說柯文哲沒有讓大家知道的 換句話說 他們換了約 一樣要租到明年 好 那你說為什麼不租後年到 因為是本來的約就這樣簽 今晚到了這個 他們已經買完了 也轉移了 跟這個陳租戶也跟這個新的屋主 他們都有一個共識的繼續租 那我就問啦 你不是說你要當辦公室用嗎 但顯然現在是出租的 顯然你在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知道是出租的 顯然你在過戶之後 你也知道是出租的 不然不會有這一份這個換約的聲明書嘛 好 人家是租了13年 本來就在這裡 結果今天大家都去出征 這個陳租人 他說我好無辜哦 現在大家都來看我的過去 但是我一點都不認識柯文哲 他在那邊租了13年 那柯文哲來租這個 好 關鍵來了 柯文哲你這是要做辦公室嗎 你明明知道這已經在租的 那你是要用來自己繼續收租 還是你要來做辦公室 我覺得這是關鍵嘛 你為什麼自己不講清楚 你先隱瞞 你有買了4300萬這件事情 我們這兩個禮拜在討論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前兩天他講說 我們買個1億多的房子 也沒什麼 我們台大畢業 現在通過台大 大家都說你可以買1億的房子 才講完他為什麼不講說 我有4300萬的房子已經過戶寒 第二個 你兒子那個治療公司 我跟你講他才講完那個之後 他在冒汗 我那個4300萬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發現 我猜猜啦 因為這個事情快爆了 他提早告訴你 我都買得起 柯文哲喊窮 不是三天兩天 是好幾年 募款也喊窮 窮十年了 突然遇到 Grace也喊窮 大家都喊窮 甚至於我在美國自家庭的時候 我在聽那一段許甫的錄音帶 坦白講他的員工 對自己二三十萬習以為常 對下面的工作同仁 API達到了 說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我把你們這個月取消掉了 因為最近是柯文哲在紅 不是因為你們厲害 剛好在紅在聲量 所以你們達到 可不稀奇 我調高 你說就是說對基層的員工很苛刻 但他為什麼團體告訴你說 沒有啦 我們兩個都台大醫生 要買一間一間的房子 很輕鬆的 這不像他 一定是前面有個背景 現在四一三跑 四千三百萬跑出來 然後再跑出一些 有的沒有的時候 他如果不先講他買得起 他這四千三百萬 他要怎麼說 第二個 他那個用途 剛才永宏講半天 就是說你買來 你做包租公嘛 坦白講 今天如果靠自己本事 買一間房子 你每個月收幾十萬的租金 你的本書 可是蔡英文是因為中華民國卸任元首 依法有元首的辦公室 就像馬英九卸任 有馬英九辦公室 這裡是有公款去租用場合 提供為安 提供相關的使用 你柯文哲不是這樣的身份 對 那你說你是當主席 在台坡大樓三樓吧 就已經有柯文哲主席辦公室 你有個自己可以用的辦公室 你今天去買了這一棟 你當做理財收租金 未來要常常要當診所 黑龍烈款 唯一的問題是 你錢哪裡來的 你的錢是因為選舉人家投票給你 或者政治現金給你 得到的補助款三十塊 或得到政治現金 這個錢用來買房子 掛自己的名下成為財產 請問支持者 或者小草 或者錢小草 你心裡過不過得去 你自己心裡過不過得去 這件事講不講得通 這是一個得理的問題 你現在就說 對 我三分之日 我拿走了 不然你要怎麼樣 可以 可以這種態度 但是合不合理 是社會在問的一個問題 我最後再補充一個 他是五月十號 這個他也承認了 大家都出來 剛剛也給大家看到 對不對 屋主委講說五月十號簽了 所以然後我們六月要換約 五月十號買 剛有講到 治療公司什麼時候成立 五、六、十六號 在民眾黨的那棟台坡大樓 你不要說 你要自己做辦公室 你兒子要找辦公室 你已經知道 你有一間商辦大樓 為什麼不登記 你在這個商辦大樓 然後七月開始說 你有陳佩琪在看1.2億 他說在附近看 然後這中間你怎麼都不講說 你用了你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政治線 因為目前民眾黨沒講說 那個選舉補助款是怎麼給他 有沒有給他 也不知道嘛 對不對 至少目前沒有講 我就問說 你如果真的做辦公室 為什麼你兒子的辦公公司 不是要登記在那邊 明明10號你就買好了 16號他跑去登記 還登記在台坡大樓 我覺得柯文哲 你就是想要出租啦 不要再騙了啦 做包租公啦